词曲 李宗盛 我脸庞 有你热唱快乐不打扬 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粉糖 比漫画还要跟漫画的日常 欢喜悲伤 不可生活的模样 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路边借来的小可怜 无论何时哈迪都会出现 抱紧我转圈圈 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 属于回忆的梦一片 走在一转转凉气的那间 转换整个世界 我们也正在找地方录影 要不我们一起吧 这么多吗 你喜欢吗 嗯 我哥车怎么在这儿 睡着了 睡着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爱心 那个就是你说颜值很能打的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 像你这种男的 可以称诸为那个男的 像安身这样的 男人怎么可以这样称呼呢 也没有很帅嘛 胡子拉长的 没有我精致 行 行 行 说玩玩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 一个单身男子 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 怎么跟我没关系 而且这房子是我的 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 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 我哥是来接我的 不好意思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 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 你们玩得开心 下次再约 先走了 走吧 走 哥 嗯 你真的在安心楼下 等了他一晚上啊 没有啊 没有的话 你这么爱干净的人 怎么会连胡子都不管 啊 皮皮刀丢了 怎么了 你还真是不会撒谎 你怎么这么傻 为了安心 是我一晚上 哥现在不想聊这个 嗯 哥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 安心眼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不需要你每天每天守着他了 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好 都已经有点过分了吗 都不像是哥哥对妹妹 而是 怎么不像哥哥对妹妹了 哥对你不好吗 小时候 你可不可以 我走呢 就是我 你一直带着我 谢谢啊 嗯 自己来找她 我的心肌 你怎么能看见我 你能看见她把你的命连 你那下车子 对漫画的喜欢 然后把我心里想的 另外一个世界画出来 给我的读者们分享 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喜欢 其实我自己还挺受丑落惊的 那您现在被称作 国漫界的未来 读者对您的期待 比之前要多很多 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现在的确是比之前一个人 在画室创作的时候 要少去很多自由 压力也会有 不过更多的是 不想辜负这些喜欢我的人 尽可能地去把压力变成动力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谢谢合作 谢谢 那我就期待一不小心捡到王爷 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 我会一直追赶的 辛苦了 加油 慢走啊 哎 不早了 我们先回去了 这好不容易回来多住几天呢 你看你都瘦了 哪儿的话呀 我还胖了三斤 不瘦 你身上哪儿瘦一斤胖筋啊 我看得一清二楚的 不行不行 你这个找女朋友的事情啊 必须提上日程 对 从来没有见过 哥把女朋友带回家里 妈 您就别操心这个事了 什么不操心呢 你看你妹妹 跟那个林盛挺好的吧 没有 妈 我跟林盛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就是把她当弟弟看 狡辩 还狡辩 什么弟弟啊 她眼睛都会长到你身上去了 不承认 对了 还有那个安心 跟林月也挺不错的 就你 连个人影都没有 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发展一下 我跟你爸爸当年就是从朋友到夫妻的 妈 我现在对女孩子真的没兴趣 对女孩子不感兴趣 你不会是 不是 想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 除了安心 我没见你跟别的女孩子走近过啊 你总不能跟她谈恋爱吧 妈 哥才刚从国外回来 还要适应国内的生活 而且这国内外女生的形势风格还不一样 而且这国内外女生的形势风格还不一样 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 大家给他一些时间吧 大家给他一些时间吧 行 说得对 反正我不管 反正我不管 你哥哥谈女朋友的事情呢 不能这么拖着了 我还盼着早日做奶奶呢 我还盼着早日做奶奶呢 她女儿跟你一样呢 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长得可漂亮了 我手机上有她照片吧 看看 真不用吧 妈 您现在就别再催这个 行吗 反正我不管 得抽时间去看看 喂 悠悠啊 给你安排了一次相亲 这次你一定得去啊 我不想去啊 我不去 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妈 自从我妈以为我和小爸分手以后 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 安心 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 坐在那里 穿灰衣服 那个就是 悠悠 其实我看这背影 我觉得还不错 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 看背影呢 看出来什么 再说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实行共同包办回应呢 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屈服 你现在还不是被安排得 明明白白的 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们帮忙 我跟你们说啊 一会儿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 我一走过去 坐在那里 一拿起水杯 你们就上 好 你放心吧 悠悠 我们一定让她觉得今天感到刺激 老弟来啦 悠悠 是你啊 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 我妈说的千千财君就是你啊 我悠悠的春天又来了 我爱相亲 还好今天是你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既然咱们来都来了 就把相亲流程走一下呗 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也就是拍照 旅游 做饭 我也喜欢拍照 我跟你说 我平时给我们家卖出差的那些 是 是 快去去去去去 许悠悠 你不是说你现在出差吗 背着我来跟那个野男人约会 你拿我当什么 绿王龟吗 这个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不是 走了 走了 走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今天我就交代这事 你把这勺先放下来 咱们放过去吧 谁是钱 谁是钱 你先坐下 等会儿再给你算 许悠悠 你怎么能这么自然 爱琴 哥 你听不懂暗号的吗 不是 暗号不就是你一举杯 我们就冲过来吗 我后面都重新暗示了那么多次 不是 不是 再说你们不是才见过吗 我以为你是在鼓励我的演技 赞赏我 况且这安生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原来是这样 这样也好 我之前一直愁着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 是悠悠的话 那就好办了 既然我们两个都不想相亲 各自找个理由堂塞过去就好了 只是主书的鸭子送到嘴边啊 可不能给飞了 姐妹 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 但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你跟悠悠真是很有名 这种事都能凑到一块 是吧 确实很巧啊 哥 这悠悠怎么说也是个优质女嘉宾对吧 要不然 这种事你别跟她下场了 一定是害羞了 你违换点 迂回才输 收到 好晚 我突然想起来 你们都是被家里逼婚 这事要是还了 回家肯定也逃不过父母的魔掌 是吧悠悠 我想了一下 要不然你们可以合作一下 彻底实现这个婚姻自由化 怎么合作啊 嫁妆情 这样对悠悠不好吧 特别好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你帮忙的话 我就不用保守我爸妈折磨了 那 你觉得呢 特别好 好 好 原来是你 好 喂 是 妈 我跟悠悠一起 好 见到悠悠那一刻起 我就感觉到 爱情来了 是 你放心吧 妈 好 我回去跟你说 那我先挂了 完美 这个 我也给你发一个 仅我妈可见的朋友圈 你要拍那种父母最喜欢的文案 就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表情 微笑之类的 玫瑰花 可以 快点 哥 我突然想起来 我跟赵蓝还有事情要聊 要不然你就先帮忙送悠悠回家了 什么事啊 不是有方案要聊吗 对 方案 你们先走 杨夕 你又瘦了 是不是有好好吃饭 我有好好吃饭 我这种外卖女孩怎么可能吃饭难得到我呢 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我吃完卖怎么行呢 哥 你就不要再碎碎念碎碎念了 操心你自己的人生那是吧 快去 快去 你就这么想撮合我跟悠悠吗 就这么想撮合 每个月黑风高夜的时候 我都会想我这么完美的哥哥 居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 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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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加油啊 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不是西北欧缠的吗 真的是 今天火的了 我的妈呀 西北欧缠 西北欧缠 我可以要给你的借名吗 我超想你的妈的 还有我 我也是 好啊 超想起见啊 超想起见啊 可不可以加更啊 完全不够追啊 就是啊 脚油一定没有烂尾啊 胡说什么呢 脏油的烂尾 技术上线以后 短短三个月 我们菜鸟驿站的收益 高达四个点 菜鸟驿站将持续引进最前沿的技术 着力提升客户的体验感 能把驿站从无到有卓有成效地做起来 星儿啊 这都是你的功劳 这都是爸爸您有远见 嗯 也多亏新卧引进的技术 与菜鸟驿站的原生态技术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用户回馈也是非常满意的 嗯 现在用户量是直线上涨 怎么说来 凌岳这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 啊 董事长 我们公司不是正打算开发支付软件吗 不如跟星儿这边资源对接一下 星儿 爸爸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项技术的数据基站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吗 是在牛尾手里 这么宝贵的资源 那恐怕她不会轻易就供手上人闹呢 资源固然宝贵 那也没有我孤元朝的女儿宝贵 我深信星儿在她心中的位置 给她打个电话 告诉她 条件由她看 爸 这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啊 我来 喂 你好 林总 我是星儿 故事集团这边 将与您未聊一下 人脸识别技术的共享合作 这不属于我们的合作范畴 爸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时机 晓月啊 我是你顾伯伯 你听好了啊 刚才星儿说的就是我的意思 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商界 一直是有好合作的关系 互相帮助可是应该的 你这样 这次只要你把资源给伯伯兑过来 无论你开什么条件 咱们都可以商量 你看好吗 抱歉顾董事长 客户的信息 不是能拿别的条件来衡量的 我这儿还有些事情 就不打扰了 再见 这个领域啊 太不顺忠人了 爸爸 我回头端面再跟他说一说 普通了 他这是敬酒不支持发酒 有他求到我的那一天 这几天让技术部的人 加强安全警备 明白 长安起见啊 可不可以加根啊 完全不够追啊 教室教育一定不要烂尾啊 胡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烂尾 那您现在被称作 国外界的未来 读者对您的期待 比之前要多很多 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对 怎么了 主编大大 还是没想法呀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该做什么选择 没关系 慢慢想嘛 对了 你的那个稿费 应该已经到账了 查收一下 各是百千万 天哪 我这辈子都没赚过这么多钱 钱多 你要不要再退我点 谢谢老板 怎么样啊 我们带时间啊 我感觉我已经千里几穷了 怎么会啊 我来看看啊 我跟你说这就是饿的 一小时 你怎么这么贴心 我跟你说啊 这都是阿姨生陪我家里送的 这吃的哪是水果 这吃的是狗粮 我爸妈还说了 我们俩有缘分 长得有夫妻相 都见过父母了 这么快啊 打铁又趁早 我 你干嘛总看着我 我知道我好看 安生嘛 浓眉大眼的 鼻梁高挺 中亭饱满 你吧 四百多度近视眼 大而无神 像 你觉得像就像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不说了 保密要紧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不说了 说 不说了 不是 你说清楚了 你让我说 说 抽象 长得太抽象 新华子典 都没有与之相比辈的词了 这么来啊你 不是 不是说了 不是 你让我说了 别别别别 别别 坐我 好喜欢长安姐姐 这几集住处有点严重啊 长安该不会忙着采访 没心思更新了吧 我觉得长安姐姐画得很好啊 每天更新多累啊 大家能不能多体谅一下姐姐 在看什么呀 没什么 你怕是在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看什么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懂的 你又懂什么了 没有必要说得这么清楚了吧 我不需要那个 是吗 嗯 知道 我的能力你是清楚的吧 看来是太久你应该忘了吧 需不需要温习 大白天的别说这么羞耻的话 所以说 大白天的不要乱开车 要是个笔车 对了 把你的支付宝账号发给我 干吗 我不是还欠你八万两千块钱吗 我可以还你了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 我也算是一个 小小小小小爆发户 所以欠你的钱呢 我也是还得上 欠钱的事情又不着急 反正你也不会跑 那怎么行啊 我得早点实现我这个 农奴大翻身 你现在哪里还是农奴啊 也不能总欠人的钱不还 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能欠我一辈子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呢 来约会 约会 来这么硬核的地方 不太适合我吧 走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里是我最初创建牛尾的地方 当时大家都不看好牛尾 为了提高效率 研发技术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眠不休地 榨干在这里 但是我当时还是失败了 失败了 因为我当时高估了 市场的需求 所以制造的所有产品 都卖不出去 这批亏损 只能公司自己来承拌 但还是成功了呀 要不然怎么会有 现在的牛尾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初我就一帆风顺的话 我肯定会因为自己的 天赋异禀而沾沾自喜 就不会有牛尾的今天 每一次失败 都孕育着成功的重则 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对与错 只要重新出发 那所有的挫折 到日后都是你的财富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不会放弃的 尹总 记住不出事了 这次我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 对人脸识别系统 进行了多重加密 既然觉得自识没有错 就声音大一点 堂堂正正的 是 林总 网上报道的那种漏洞 是不存在的 我们早就按照您的吩咐 多重加密了人脸识别系统 这是我们做的详细的质检报告 您看是否要在网上公布 我们的质检结果 不然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会对我们接下来的 周年庆活动预热有影响 马上发布澄清说明 其他公关手段也同步进行 去跟物业调解调取线上监控 是 菜鸟驿站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 看来这件事情 跟故事集团脱不了干系了 马上切断所有跟故事集团的信息接口 是 林总 美国那边出事了 说 我们之前被周年庆预热的几大品牌 之前已经签好了一项合同 但是刚刚临时反悔 说不愿意入住牛尾 怎么会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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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我动静的 谁抱着啊 还有 故事集团那边 现在突然决定 要举办一个网站盛典 据说已经跟美国那边 取得了结卡了 还没等我们着手调查 趁老狐狸自己露出尾吧 您好 您好 给我一份奶油泡芙 好的 又会是怎么回事 马上发通告否认 老板 董事长说 这件事不准我们回应 好 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暂时先听董事长的安排 是 好球 老二那趟这儿怎么样了 老二这次在顾元朝 手上栽的跟头 恐怕是会让他爬不起来了 老二是你骄傲的吗 林总 这 林二少爷倒台 不正是您想看到的吗 咱们现在坐享渔翁之力 就等着他呀 狗咬狗得 你转过去 啊 转过去 转过去 哦 后面有东西了 你骂谁是狗的 我 他人狗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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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你误会了 我 我不是那意思 你带着我 不是 你还解释 你听我 你听我说 他人狗我是什么 又还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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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那边一定先要稳住 领域那个小子 白白送上门来的宣传机会 不要白不要 按是我们的活动 必须如期上线 是 您放心 我们既愿意投资他们 还愿意为其支付违约金 不会有第二家公司 能提供这么好的待遇 进来 董事长 那我先走了 爸爸 这次针对领域的打击 对菜鸟驿站的冲击也不小 我们要不要沉浸驿驿站 没有问题 而想其他的办法呢 显儿啊 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我知道 你的驿站效益一直很好 各方面都很出色 这次是无辜受着牵连 但这是表象 要想做好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必须要有大局关 要不停地博弈 你想想 牛卫不只是 灵天这个老头子 最看重的公司 他甚至是整个令氏集团 将来发展的关键 如果我们牺牲一个 小小的驿站击垮他 你觉得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呀 爸爸 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你是来给那小子求情的 我不是来为他求情的 我是来和您谈一笔生意的 什么生意 您不是一直想拿下牛卫吗 与其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为何不重新想那个策略呢 李先生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和临时联姻 上次这个小子 可没满意这个人情 我看他的心 应该放在别人身上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现在已经没有谁可以求助了 话虽如此 那不还有灵天那个老家伙吗 他一直想摆脱掉 林玉波的控制 所以他绝对不会去求助的 因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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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你啊 是不是有没有按时吃饭 现在吃也不晚 你想吃什么 我一块点外卖 好了 我再还点什么外卖 给你做饭去 你想吃什么 都行 好 哥 李宗盛 你又为这是怎么了 被商业对手打击是常有的事情 不用多想 今天的事情你一定不要告诉李宇啊 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 你怎么 会是麻烦 他怎么来了 这种危机时刻 古萨大小姐竟然堂而皇之地来牛尾 她怕是忘了谁才是水渡泳 我听说这次菜鸟一战 也因为她受了不少理想 这顾董事长为了打垮我们 真是无所不用其敌 太过分了 他不是跟我们林总 一直有点暧昧的吗 好 来不成这一次呢 这可不好说 林总 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关于牛尾现在的困局 我有一个办法 你为什么要帮牛尾 你姓顾 你姓顾 不应该跟顾氏集团 站在一条线上吗 安心也辛苦 怎么对于她的帮助 你就一点疑心都没有啊 安心她不一样 我现在的身份也不是顾佳人 而是一个你曾经帮助过的创业者 因为一本身就能路慕大 萨鸟邮站 不存在什么帮助不帮助 别人不了解你 但是我了解你 你是不会连一家公司底细 都没有挧么清楚 就贸然投资的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菜鸟一站是我的公司 才花大价钱投资的吗 我看中的是 它的商业价值 不管怎么说 你帮助过我 所以这一次 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顾元潮的条件是什么 联姻 联姻 两家联姻对你们来说 有什么好处 不仅可以摆脱 新闻现在的困局 从长远来看呢 我们可以联手打造一个 超级电商平台 这么互惠互赢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 老板在楼上 已经聊了一整天了 我都不知道 他聊了些什么 顾男管女共处一室 还能聊什么 不过老板要真的 跟顾小姐在一块 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公司现在的危机 就不用担心了 顾小姐 他们说的该不会是 顾馨儿吧 如果你担心伤害安心的话 我可以跟她去说 说清楚 我们这是权盈之策 这是对外界宣布的订婚 等一切风波过去以后 都会恢复原样 月格格 你领带来了 阿花 你领带来了 你领带来了 最终相遇那天说起 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 缘分离弃 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 心 突然乱了频率 借 摇曳的手拥抱你 明明越来越在意 抛幸福的铅笔 反正都是你 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 思念却已经无法停止 找寻回到你身边的笔址 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 用尽最美丽的形容词 也还不够描述你的名字 我们的故事正要彼此 手心握紧未来的钥匙 时间 用来轻轻转动 打开一生一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 感谢观看